新國會未還委員會照為產出 委員會也要正式運轉 這次會期未還委員會就有全營 如縣依兩席原民立委 如何將原住民平均餘命 與全體平均餘命差距縮小 一直是委員會中關注焦點 頒開內政部111年 全體國人及原住民平均餘命統計 分別是79.84歲 以及73.65歲 兩者差距縮短至6.19歲 且呈現逐年縮小趨勢 是不是逐年能夠看到預期的目標 也就是說希望在每10年 可以推進一兩歲的這樣一個速度 讓到大概五六十年以後 可以到一個跟主流社會 是一樣的一個平均餘命 即便差距縮小 新科立委如信一 依舊關注在偏鄉地區 醫療資源落差 因為若已放大進來看這筆數據 山地平地原住民平均壽命差距 抗議題的立委陳寅則是看見職場 在給基層勞工的風險 其實在過去的這個十年喔 我花很多的精神在要求勞動部 那我們都是走得還蠻細的 就是不斷的在在這個勞動安全宣導上 就是花了很大的力氣 持續協助工部門落實勞安 陳寅指出另一項影響關鍵 就是原住民新生兒死亡率偏高 而新國會開議 陳寅也將持續關注各部門 落實原住民族健康法情形 不過在全國面臨少死化衝擊之下 根據內政部統計 原住民人口截至去年年底 來到五十八點九萬人 且各族群人數都有增加 甚至有一半人口在三十四點九歲以下 人口結構還比全國年輕 原住民族法度立法院採訪報導